大家好,我是燕山野化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蒋介石请道士算命 道士说了八个字 二十四年后将才明白的故事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 是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对于封建迷信 蒋介石一直是嗤之以鼻的 但是对于中国的道教却十分的尊敬 曾经在1925年的时候 蒋介石道道家圣地 当时的一位道士和蒋介石讲了八个字 这八个字对于他的革命生涯是一个重要提示 可惜当时他并没有参悟到其中的道理 蒋中受孙中山的赏识而崛起于民国政坛 后来建立黄埔军校 他成为校长 在孙中山去世后 他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 逐渐掌控局势 后来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消灭那些地方军阀 蒋介石开始第二次的东征 这次的战争并不顺利 蒋介石的心里也一直繁乱不堪 他来到了当时的道教圣地罗福山 打算在这里修身养性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 这里有一个冲须官 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很多的名人都来此游历过 蒋介石来到了冲须官 打算待一段时间 但是冲须官的道长见到蒋介石 却拒绝了这个请求 说这里并不适合他 指引他去苏劳馆 蒋介石十分纳闷 但又对道长十分尊敬 只好听从道长的指引 来到了苏劳馆 当蒋介石到了苏劳馆时 发现道长已经恭候他多时 见面后当晚两个人促膝长谈 最后道长和蒋介石说了八个字 胜不离川 败不离湾 蒋介石听后一脸迷茫 他继续请教道长 希望道长明确指示 但是道长却不再多说 蒋介石只好告辞 道长说的八个字 对于现在来说很好理解了 就是胜利了不离开四川 失败了不要离开台湾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理解透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一直到1937年的时候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党当时也参加了战役 但是一直没取得胜利 兵败后退到了重庆 那时候重庆还是四川一个下属的 副省级城市 在这里 蒋介石的军队成功抵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但是蒋介石却没有打算长期在重庆 也不打算把都城定在这里 他指挥军队开始迁都到南京 四年之后 蒋介石兵败 失掉大陆 赶忙逃往台湾 他的遭遇验证了道士对他讲的话 胜利的时候不要离开四川 兵败的时候不要离开台湾 可惜当时他并没有参悟到其中的道理